第243集 五万零食 在地下修仙界的话并不算什么大数字 别说五十枚含灰鹿了 就是十枚也不可能买到手 但是在这海外修仙界就不一样了 在这里零食的实际价值至少是地下的十倍以上 否则张凡也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赚到结单所需要的资源 这样的树木便是结单修饰也得好好想想 不是随便就可以拿出手的 少请之后也只有寥寥几个人报价 让其他人等多数都没有参与其中 让张凡感兴趣的是 报价的皆是连台上的那些年轻女子 原来如此啊 这些女子的作用竟只是传声筒而已 这点与滨海虚势大致相同 不过这里没有使用九湖方向这样的隐喻 而是直接一个人配上一名女子 事后在一旁帮忙报价罢了 蓝兄 要是张某需要报价的话 张凡这话还没说完 蓝峰便开口说道 自然是蓝某帮忙了 张道友莫要客气 那好 请蓝兄帮忙拍下此物吧 只是说拍下此物 却没有说价格 自然是势在必得 不管价格高低了 蓝峰听后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静止开口 加入到了报价当中 这五十枚含辉鹿 若是换成其他的辅助结单的领物 张凡也就没有什么兴趣了 可是此物不同 正是炼制太清阴云丹的主才之一 当初收集的那些 大多数在自己结单的过程中消耗了 现在正好买下 带得他日 收集齐全材料 也好炼制一次完整的太清阴云丹 看看效果 是不是真像单方上所描述的 那么神奇 在蓝峰的寒假之下 不过片刻 本来就不多的竞争者 大多放弃了 不再与其相争 只有一人 仿佛在斗器一般 价格抬到了十二万零食 超过了此物 在海外修仙界的真正价值之后 依然没有丝毫放弃的意思 这也引起了张帆的注意 举目望去 才发现 此人竟是连杖十衣都没有穿戴 一服有恃无恐的样子 此人是一名清秀女子 看上去大约双十年华 一张鹅蛋脸精致完美 凤目中眼波流转 说不出的妩媚 若不是双眉太过浓密 显得英气过剩 倒是一个娇媚佳人 这名女子并不是杰丹修师 张帆一眼看去 便发现 她的修为 充其量不过是筑基大圆满 甚至还有所不如 倒是她身后站着一名 勾炉老者 乃是实实在在的杰丹宗师 而且 至少有杰丹中期以上的境界 两人之中 明显是以女子为主 勾炉老者 只是默默地立于她的身后 一双昏黄的老眼半闭着 仿佛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一般 只有 在有人把目光投射到女子身上时 她才犹如惊醒一般 目光炯炯 骤然望过去 此时 她的眼中陡然射出金光 注视的不是别人 正是张帆 她的目光锋芒毕露 如有实质一般 刺在身上隐隐声寒 似有警告的意思 张帆自然不会把她的警告 放在心上 蛮不在乎地回望过去 随即又在女子的身上 打亮了一番 方才不顾着老者 带着怒意的目光 转而对着蓝峰问道 蓝兄 她是哪家的大小姐啊 助姬修为 却有一个结单中期的老者相互 并且看老头的样子 好像时刻警惕着 对所有靠近之人都带着怀疑 就知道她的身份 绝对简单不到哪里去 不用张帆特意说明 蓝峰也知道 她所说的是谁 目不斜视 只是低声说道 这是物引导的大小姐 白里希尔 张道友 你看 蓝峰现在也有点为难了 这白里希尔 明显有点斗气 价格已然高出寻常许多了 无妨 张帆略一摆手 毫不在意地说道 她当然可以不在意了 这些零食貌似很多 可是放在地下修仙界 能买到十枚寒灰鹿就偷笑了 就是再涨个五倍 她也不吃亏啊 既然她如此说法 蓝峰也只好照办了 好在那沟炉老者 不知道对着白里希尔说了什么 倒是让她退出了争夺 没有无限制地继续抬价 只是看她嘟着小嘴的样子 貌似很不服气 对这样的大小姐 以及她的脾气 张帆并不在乎 看都没有看她一眼 饶有兴致地 继续看着一个锦盒 被莲花台上的青衣老者取出 这是极光道人 心进炼城的一件法宝 锦盒打开 一枚巴掌大小的铜印 显露在了众人的面前 啊 神石探出 在铜印上扫过 张帆的目光 骤然一宁 这是 张帆的神石缠绕在铜印上 略以查探 脸上的神色 陡然正中了起来 恰在此时 食余道神石探来 不愿与他们多纠缠 旋即收了回来 蓝兄 这极光道人是何人物 张帆略有所思地 又看了铜印一眼 转而问道 张道友你 哦 蓝峰错愕了一下 旋即反应了过来 恍然说道 蓝某倒是忘了 张道友不是本地的修士 竟然没有介绍一二 哎呀 失职 失职啊 接着 他详细地把极光道人的事迹 说了一遍 说起来 这个极光道人还真的有点传奇的味道 此人资质极其平庸 又失智修仙 以凡人之身 竹伐渡海 接连拜访了数十个岛屿 求以仙缘而不可得 不过 人的际遇 真的很不好说呀 极光道人不仅没有死在海上 还在最终快要绝望的时候 在一处不起眼的小岛屿之上 得到了上古散修的衣钵 此后正如所有的传奇故事的主角那般 闭关苦修惊严 再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 不仅仅筑基工程 正是踏上仙路 还有一手顶级的炼器手段 凭着他在数万里海域内 首屈一指的炼器宗师身份 依靠大量替别人炼制法宝 供养自己修炼 一路顺风顺水 在百年之前甚至晋升到了 结丹期巅峰的境界 极光道人虽然一生炼器无数 可是在世面上 还是难得出现一件 他亲手炼制的法宝 有幸得其作品者 多是秘而不宣 倍加珍爱 由此就可知 他炼器的高明了 以其天生的资质来看 此人也算是自我成就的典范了 可惜啊 上天似乎有意要捉弄于他 自百年前开始冲击原因开始 至今已接连失败三次 临门一脚始终无法踏出 眼看着自己的寿源 也要枯竭了 真是可惜了呀 蓝峰一一声探晚 结束了对极光道人的介绍 嗯 的确可惜 张凡听后点了点头 深有同感 说起来 此人的前半段完全是喜剧 没有天资 全靠努力 百折不挠 终获其缘 仿佛这方天地的主角一般 可是后半段就转成悲剧了 三次结音不成 寿源枯竭 一生苦修付诸流水 让人饿晚 就在他们两人说话的间隙 莲花台上的轻衣老者 一盒锦盒 把所有探查的神识隔绝 四顾了一下 朗生说道 此剑法宝 锁天印 功能是镇压地水风火 珠般神通 乃是极光道人近年来 欧仙力学的极品佳作 而且 说到这里 轻衣老者顿了顿 直到将所有人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来 方才露出满意的神色 继续说道 而且 这件法宝 完全没有被人祭练过 不存在 洗练的问题 无论 哪位道友有幸得知 立刻 就可以预识 此言一出 场中顿时哗然 多是杰丹宗师 能够让他们如此激动 自然不是什么反品 无论是法器 灵器 还是法宝 只要被人祭练过 使用过 都会在其本身内部 留下灵力的烙印 这些烙印 与天地灵器作用 就会形成一个个天然的禁制 封锁在法宝的内部 以法宝为例 若是不能以自身的灵力 日复一日 如流水般 在法宝内部洗练 直到将所有的禁制消磨为止 那在战斗的时候 一个不听使唤 丢掉自己的性命 那是有可能的 仅仅凭着 少去了多年洗练的功夫 就足以让这件法宝的价值 陡然提升个一两层 对比众人的激动 张凡的脸上却是一派平静 无论是否被系练过 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否则阴阳镜和紫霄剑 这两件法宝 他也不会使用得那么顺利 不过 轻衣老者接下来的话 让他精神一振 极光大师委托本方代为销售 条件是 脚翼之物当中 必须含一件高阶以上的灵机 此言一出 场中顿时安静下来了 结光道人的意思非常明显 需要一件高阶以上的灵器法宝 作为折价 否则就不卖了 何谓高阶以上的灵器 就是比高阶灵器更强 但是又达不到顶阶灵器水准的宝物 顶阶灵器 多是以天地生成的灵物造就 几乎是不可复制的 张凡的酒火炎龙珠 吸入手中的按摩帆等等 皆是如此 这样的东西堪称一宝啊 论其价值更是在这锁天印之上 极光道人自然不会奢望患得 他想要的乃是如紫电锥这样的特殊灵器 紫电锥 威力远胜普通的高阶灵器 可是在材质上又不如顶阶灵器 无论是发展前景还是全面威能 总是逊色一筹 也可称得上是难以复制之物了 这点从极光道人自己身为炼器宗师 法宝炼制无数 却依然炼制不出来 还要加诸于外球就可之一二了 真正的顶阶灵器 在整个修仙界中也是没有多少 像紫电锥 还有当初得到的 幽名白骨翻一类的灵器 习惯上就会被称为顶阶灵器了 这样的好东西 即便是在场的都是杰单宗师 怕也没有几个人能够拿出来 哎呀 真是好东西啊 张兄 我看此物正适合你 就是 兰风说到这里顿了一顿 显然他也不知道 张凡是不是能够拿得出 高阶以上的灵器 或者说舍不舍拿出来换 这个时候张凡也是沉吟不语 小子 你在想什么呢 以你的祈祷修为 未必就比那个极光差了 自己炼制法宝就是了 何必买别人的呢 苦道人终于耐不住寂寞 插口说道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想想 什么样的本命法宝才是最适合你的 本命法宝那可是要陪伴你一辈子的东西啊 越早炼制出来 对你的修为越是有利 苦道人所说的 张凡当然明白 本命法宝早炼出一天 他就能够提早一天 以心血济炼用元气培炼 威力便能够更增一分 其实 以他的身价 手边可以直接拿来当作本命法宝的 并非没有 乾坤秀就是一个极好的选择 既满足了苦道人的要求 又容纳的功能 本身又是极强的宝物 若经心血济炼 秀里乾坤的威力必然更上几层楼 现阶段的战力 起码增加翻倍不成 可惜对张凡来说 此物有两点不足 并不适合用来冲作本命法宝 一来 秀里乾坤本身其实并不需要宝物作为支持 现在之所以少不得乾坤秀 主要是张凡本身的修为不足 若是修炼到了大成境界 这乾坤秀本身反而会成为一个桎梏 早晚是要抛弃掉的 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件必然要被抛弃掉的东西 作为本命法宝来祭脸的 二来 此时当年建得了南宫无望的朱雀桓的威力之后 张凡就明白 最适合他的本命法宝 必须要与自己的法相能够完美结合才行 单单法相的威能加入到法宝之中 便能胜过百年的培炼 更何况 法相终究还是会更精进一步的 到时候本命法宝的威能当然也可以水涨船高啊 这样一来 要满足以上所有的条件 张凡的选择余地一下子少了很多 大日真解当中 本身就记载着几样顶阶的法宝 以张凡的眼界看来 样样皆是惊天动地的顶阶法宝 最弱的也不逊色于朱雀桓 不愧是上古大神通者的秘传 其中有三样更是被列其为必炼之宝 乃是日冕 九阳功登 精神中 日冕为大日冠冕 佩戴于顶便会在身后凝出一轮日轮 仿佛随身携带一个太阳一般 护身 攻击 辅助 无所不能 九阳功登 九为极数 名为九阳 意思是可以近乎无限制地吸纳天上地下各种火焰 哪怕是强制太阳金焰 子及天火那样的巅峰之火 也能够轻易纳之 其本身无攻防之能 乃是一件专门的辅助法宝 也只有修炼大日真解之人才需要子物 大日真解在炼气期 助济气的功法 其实远远称不上真正的上古顶阶功法 若是以前面部分的水准来看 红日道君等人也不可能依靠他 在大神通这纵横天地的时代 展露出自己的头角 若不是张凡的法相三足金乌 天生就与太阳有关联 他也未必就会选择这项功法 但是直到现在金丹大成 这往后的结丹气功法 才是大日真解的真正精华所在 那就是世火大法 吞噬天下万火 凝炼太阳金焰 视为世火大法 简单说来 就是以天下万火作为养料 吞噬转化 凝成大量的太阳金焰 此时的张凡 即便是由三足金乌法相来相助 所能凝炼出来的太阳金焰 也是非常有限 充其量只能作为法术神通的根本 以致单独对敌 根本是妄想 而且其还有一个先天的优势 就是三足金乌法相本身 就能够吸纳众多的太阳金焰 若是足够多的话 说不定还能够白尺干头 更进一步 这样一来 这九阳宫灯 虽然不适合作为本命法宝 却也是非恋不可的 三件法宝当中的最后一样 精神中 也是张凡最为看重的一样 以火焰化作神魂冲击 直接攻击对方的神魂 在内部显化大日 由内及外燃烧殆尽 这就是精神中的恐怖威能 中类法宝 绝大多数都带有容纳的功能 精神中更是将对方笼罩于终身之内发动攻击 才能够将威力放到最大 原本此物就足以作为本命法宝了 不过张凡的野心却不止于此 这就需要更多的积累了 镇压地水烽火 这正是我想要的 渐渐从思绪中拔出来 张凡的目光静止凝到了 装有锁天印的锦盒之上 一抹火热之意渐渐浮现 这极光道人的气道修为的确高深 至少在这名锁天印上 表现出了其独到之处 镇压地水烽火 或许有点夸张 限于法宝本身的实力 也就是镇压一下对方的神通法术 可是其中的炼气手法和思路 的确是值得借鉴 传说之中的那口神钟 已经敲响三界震动 镇压地水烽火 平息元气紊乱 直透神魂深处 如大日光辉普照 若是将锁天印上面的炼制思路和手法 跟精神钟结合一下 再融入三足金屋的法相精髓于其中 虽然还比不得那传说中之物 却也足以让张凡仗之几十粒 横行于结单旗 无人可治 这需要的是积累 材料的积累 炼气术的积累 尽致手法的积累 眼前的锁天印 就是第一步 所以志在必得 张凡注视了一会儿 默然回首 盯视着蓝峰的眼睛说道 蓝兄 帮张某 拿下瓷宝 说着手上一番 一抹紫电现出递到了他的面前 紫电锥 紫电锥虽然不弱 但是对有万剑图在手的张凡而言 并非什么不可缺少的东西 现在没有什么比炼制本命法宝更重要的 拿出此物 他可以说是一点也不心疼 这是好宝物呀 张道友不再考虑一下了吗 本身也是结单气的修为 可是蓝峰一剑得着紫电锥 稍一查探 还是嘖嘖赞探 忍不住劝告了他一句 麻烦蓝兄了 多少差价 回头张某再补上就是了 张凡微微一笑 手上一推 并没有丝毫的迟疑 既然拿出了紫电锥 这锁天印的归属也就再无悬念了 场中的结单修士虽然不少 可是比紫电锥更强一级的灵气 那就是货真价实的顶级灵气了 张凡敢说除了他之外 怕是没有人能够拥有 怕是退一万不讲 真的有人拥有 那又如何 岂会拿出来来交换这锁天印吗 这种事情就是张凡这个想炼制本命法宝 想疯了的人也不会去做的 蓝风见得这般坚决 也不再多说什么 起身向着连台上走去 同一时间也有几名侍女 离开下方的休闲者 一样迈上了连台 这些显然也都是出价之人 顶阶灵气一物并不常见 若是堂而皇之的就拿出来 怕是很多人都会从蛛丝马迹当中 推断出来交易成功之人的身份 后面会发生什么 那就不用说了 眼下这般才是题中应有之意 其他人等张凡并没有在意 只是在百里希儿身旁的侍女上台之时 稍稍地皱了一下眉毛 若是有可能拿出比紫电锥还好的东西 也只有可能这个大小姐一人了 好在张凡一向不错的运气 再次发挥了作用 不过片刻台上的蓝峰回过身来 不为人注意地露出了一抹笑意 好